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一个章鱼角的画法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会应用到的相关指令 帮各位准备在右边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来观察这个图形 看看它的已知条件是什么 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绘制 那么在绘制之前 同样的我们check一下 我们的绘图环境 命令提示列是否已经有调整到一定的高度了 再过来我们的状态列 右边底下是否已经开启了 即坐标追踪物件锁点 追踪已经物件锁点 那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不开 在这里我们开始画这个图形 首先我们看到了线段hg 它的长度78 这个是第一个已知条件 因此我们来开始画线 点选花线指令指定第一点之后 向右移动速度78 按下Enter两次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在画一个新的图形的时候 千万记得画完第一条线 快点中间两下 将物件放到最大之后 再去滚动我们的画面 调整到适当的大小之后 再接着画 再过来我们看看这个图形 这边有一条线 这里有一个夹角67度 所以我们决定来画它 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输入 诶 长度并不知道是多少 因此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假设200好了 角度呢 也就是这个夹角是67度 OK 画上之后按下Enter 再过来我们来画这条线段hg线 那特别注意到CG线的这个角度是78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计算角度的时候 应该是要从这个地方啊 有一条延伸的线过来之后 角度这样子的计算 所以呢它其实是180度 减掉78 也就是102度 因此我们在画的时候啊 不要直接就key上78度 这个会误导你了 它应该是180减掉78 也就是102度 画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画什么 看起来只能够画这个线段 那这个线段的话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如何在上面找到一个点 会让它距离 右边这个线的水平距离是27呢 如果你把你的焦点放在这个上方 你会发现难以达到 但是如果今天把焦点转移到下方去的时候 或许就容易的多了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条线 假使说我们将它复制向右边移动 27个单位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边的距离是27 同样的在这个点到这条线 它也会是27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它就会是27 27 画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剪刀指令 把多余的部分把它做删除 那这个地方啊 因为老师的录制的软体是2020版 以至于它在修剪的指令 可能会跟新版的不太一样 新版的2022 甚至2023 它在修剪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直接剪掉的 操作上有一些不同 那再请同学们去细心的体会 好 画完了这个方形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画右边 这个地方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尺寸标注是4个W 的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总的线段 我们把它4等分 所以在这边我们并不知道 它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只知道每一段的长度是相等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要选择 Divide指令 DIVIDE 也就是等分指令 等分指令比较不常用啊 所以它会藏在这个里面 点一下这个地方 让我们找到这个位置 等分 DIVIDE 点下去之后 电脑就会问你 选取要等分的物件 我们可以来选择这一条线 选完之后 就问你分几段 这边的话就输入4段 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实际上它已经在等分的位置啊 帮我们放上一个点了 但是这个点啊 跟线叠在一起 你看不到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用BPoly 应该是要用BPType PType 来让这个点可以被我们看到 PType不行 PType在新版是可以的 在旧的版本里面是DDPType 好 所以大家注意到版本的差异 也会造成我们绘制上有一些小小的 注意到要改变的地方 在这里呢 叫做点形式 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电脑啊 把原来的这个点的形式 改变成一个加号 这样的话它就会显示在这个萤幕上 那因为原来的设定是一个点 所以你看不到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画这个圆 大家注意到这个圆 它的标示方式 三个这一个 然后一个FINE16 也就是说这个圆的直径是16 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们就不点上面这颗 我们点圆下方的这个小三角形 你可以看到圆 原来有这么多种的画法 在这里我们要选择的 叫做中心点直径 所以我们点选中心点之后 开始来画 但是怎么搞的 抓不到这个点呢 因为这个点啊 它跟这物件锁点有关 我们必须把节点打开之后再来抓 这个时候就可以正确抓到 然后点下去之后输入16 好就完成了第一个圆 第二个圆跟第三个圆 当然就是用复制就好啦 不需要再去画 你可以抓取这个点的位置把它复制下来 好到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完成了大致上的绘图 我们这边花一点的功夫 把这个点把它删掉 因为待会应该就用不到它了 因为我们有原心可以来抓取 再过来我们也利用修剪指令 去把它做一个修剪 好这边还是要提醒同学们修剪指令 在不同的版本操作上有一些不同 接下来我们要画什么呢 我们要画内部的这个形状 那简单来讲 内部的形状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由外部的这个线条轮廓 然后向内平行复制五个单位 所以呢我们来选择偏移 然后跟电脑讲说我的距离是五 然后就开始向内向内向内 当然这个原因也要做 那同学们看到这边应该发现到说 这个方法好像还不错 画得蛮开心的 而且有很多的剪刀指令可以来用 因为画完之后就要开始剪嘛 对不对 就要去做修剪 比方说我把它全部寻好之后开始剪 但剪到这边我就有一点头昏眼花了 有没有注意到 哇这不知道剪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并不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当你今天不知道其他方法的时候 也只能这样做 这边老师选择Ctrl Z 把它倒退倒退一直到这个地方 来 我们还是希望剪到把中间的这个线剪干净 哈 我们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 让我们的这一个轮廓线 变成一个聚合线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一次的向内便宜复制 好这个是做得到的 这个指令叫做Bpoly 我们来看一下 Bpoly 好这个指令就是叫做边界的建立 边界建立目前的这个形态叫做聚合线 我们就点选点之后 操作超简单 内部给它点一下 它就抓到了这一个边界 按一下Enter键 你可以看到在命令提示区的地方 它已经告诉你边界建立了聚合线 也就是说 这边哪有多了一条线段 而且它是聚合线 聚合线有什么优点呢 当我们今天选择偏移复制的时候 给它一个距离5 然后我们向内做一次就可以完成 我们所有的这个形状的绘质 有没有觉得超开心的 跟刚刚的那个方法比较起来 当然是这个快得多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算面积 好那这个我们讲过了 这个用简单的方法来做就可以了 直接点选我们的剖面图案 然后就跟电脑讲说这个这个这个要 通通选好之后 选择斜线按一下LI 好在这里面我们找到面积是3138 1677 如果你的答案跟老师一样 代表你这个部分都画的正确 好再过来我们来画这一个AB线段 跟这一个AI线段 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指令叫做旋转Rotate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AB线段好了 AB线段告诉我们 它与这一个斜边的夹角是50度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我直接去画它是不行的 那不然我就先画一条线 跟它叠在一起 然后告诉它 请你旋转一下 就这选择物件 不要怀疑直接给它点上去 它会选择到这条线 之后呢按下Enter 跟它讲我们要从这边当作是基准点 然后开始给它向上转 转几十度50度 但是请大家注意到 这个地方是叫做负十针 在CAD里面我们顺十针为正 顺十针为负 逆十针为正 逆十针才是正的 所以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降转的话 是顺十针 所以它要打-50度 好这样我们就把这条线画出来 AI的线也是一样如法炮制 我们从终点抓一条线先画过来 再把它转上去就可以了 同样的这边要输入-145 因为它也是顺十针 好画到这个地方 就大功告成 好透过剪刀指令把它修剪一下 好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那当然这个面积是很重要 如果你画完的时候量一下面积 好看刚刚跟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数字 是否一样 就是叫做这个 3138.1677 如果对的话恭喜你 整个图应该就正确 如果不对的话 就请你务必反复的练习 确保你所画图的这个每个步骤 都是正确的 好不然就枉费了我们使用 我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做精确绘图 好吧 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就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